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拍的一根笔是那个傅林文的那个009 对,傅林文的笔应该暂时的话 追击对追击会比较多这样子 但是我当然会找一些比较那个不一样的 因为像那些比较常规的像这种就是说 只敢当民间什么那样我就不会了 肯定要找一个就尽量找笔都找 有一个特别点的,对 好,那个笔,纸盒,对 这一次包装,这种包装,对 有,还是有点奢华,我喜欢再竖一点 然后整根的话就正常这种对吧 傅林文的之前那一根银色 中间中间晒路落的那根忘记什么型号了 对,跟那一根笔一样 就是说,反正就也是这样子 一个盒子包装里面是一样的 整根笔我买了一根蓝色的 因为蓝色算是一个比较大种颜色 然后主要买是为什么 就它这个大理石纹跟那个什么 Decklight,德里克那蓝精灵一样 非常的毒的一个大理石纹 有点像那个奥罗拉的那种,对吧 奥罗拉那就那就肯定很毒了 但是这个看颜色,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它是一个暗精干笔 对,所以说我就选择了买这根笔 然后整根笔,而且这一边整根笔 其实看起来不算特别丑 也很协调 笔加上面来讲,反正还是ok的 那先量一下个长度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对 后面怎么样 量一下,量一下长度的时候 对,量长度的时候 对,它的长度相对来讲 哎呦有太阳了 反正也挺好的 长度来讲刚好13不多不少 粗度来讲的话 反正就是一厘米左右 不算特别的那个粗 也不算特别那个 因为两根看对吧 右手的比较细,左手的比较那个 首先讲一下整根笔重量哪个比较轻 没有任何的温度感 再下来子弹的形状非常的协调 不大不小不粗不细 对吧 非常中庸非常圆润的 这样这样子一个外形 这两个装饰环对吧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用 然后比较上面弄的这个有点觉得太夸张了 还不如说就弄像那个素一点的 就直接这样子一抛抛过去 我觉得这样子外形会更好看一点啊 呃 一样看到大理层非常的多非常的漂亮 按肩哎呀 这个有点小紧啊 但肯定没办法这样子了 因为这种这种材料的话 素质 然后整根笔 反正就里面有一个塑料的一个怎么说套圈 对吧 其他的就还好了啊 反正就比较比盖很正常的 对电镀味道很浓啊 不没金属感不是特别强 再下来整根肩的话有点小细的一个笔握 啊但整根呃按肩的话你们也懂得 但他的按肩来讲会觉得要比英雄626的那个要肩要要精致 那种感觉摸起来就是不一样 英雄626那个就像一个嗯正方形那样子摸起来 就是有零有脚写起来也是有粗有戏 那这个就不一样 这个是好像一个尖三脚追一样的那样子一种感觉啊 写下去怎么调整有弹性对吧 打开一下看一下 但是我有点觉得有点小细这个啊 但整根笔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颜值上面也挺不错的 质感上面和拿起来也是很舒服的 然后这个哎呦 第一次看见这个几捏式的一个红色的一个吸墨器 呃那就不说那么多 先给我们的一个上上墨再说啊对吧 例行工作嗯 然后多上几下吧 哎对 然后哎这这上墨的有个好处就是说这种上墨 我反正就是不会说这个比我相当来讲也比较长对吧 不像之前那根那根一样那根多少啊2062一样对吧 那么短对吧 弄的我手都是 然后这个按键笔的话主要好做就是说好差是吧 就是说好差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吧好差一点啊 然后看一下哎可以好的 那个继续下来我就先把这个字给写一写看看整个效果如何好吧 好的好的OK了是这样子首先这样子这根比有点有点小短呃 他是他其实长度你看能摸到我手 但是呢有个问题就他这个太细了比我真的有点太细了 手小的人适合买他我用手的话不太适合 然后拿起来的时候写起来的平衡感是我用过负利文的钢笔里面最好的 这根肯定是最好平衡感最好 我写起来的时候好像完全不用力 他自动会给我写一样的这样子一种感觉 控制性非常高平衡感非常好 就是太细了 拿起来的时候导致好像我很利不就是怎么讲 如果他笔尖粗一点保持这个重量非常好的一根笔 性价比非常高值得值得购买 这根是很值得购买就是你要保证你的手够小 书写起来的感觉你看了 不会像之前那两根就是那个86还有那个2062那样 有那个阻力感又不到 然后那个滑顺感又不到对吧 然后写起来出没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非常舒服非常好一根笔009真的非常完美 然后写的话你看出没怎么说至终不多不少这样子 哎这次可以了少少数的一根可以 就是说不多不少这样子可能是按金刚笔吗 呃然后的话出没量不算大跟无印的那个写起来就是对 哦跟欧西比还是差很多 但写起来非常舒服 长期写不累 然后有点少弹性 然后反馈还是可以的 然后细细的对吧 轻轻一点的用力的对吧 但是他的一个笔尖粗息变化没那么大 这是一个问题啊 但整根笔写起来非常轻 呃真的真的非常轻 但是轻起来不 呃然后你握起来不会说很用力对吧 呃反正好比好比这根真的真的不错很值得买 就说而且也有点相对的颜值对吧 那如果能跨过品牌的这个坎 我觉得这根笔呃 非常值得去那一个尝试一遍这样子 呃反正就这个真的是拿起来 手感真的是有一个惊讶感 真的真的真的在这不骗你 啊然后再下来的话那一个 那一个 但个人来讲的话呃 其他的这根拆我是不敢拆了 比呃因为我不确定他是一个新干笔 还是一个库存笔对 然后基本上就这样子的一根笔 反正这一根好像本来想做长一点的 然后这个看来也不用 笔也是真挺不错的 对好的 那一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要纠正的或什么问题的 可以下面留言给我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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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